子女有下面几种行为,多半不会孝顺,老人要早留退路,作为父母,要对教育子女负责,所谓子不教父之过,子女不孝也有父母的一部分原因,一个人不孝顺,要么是因为与父母有隔阂,要么是道德品质败坏,当父母的都难辞其咎,等到子女成人再去教育已经太晚了,对于子女不孝,当父母的也要早做准备,不能等到晚年走不动了,叫天天不应叫,弟弟不灵, 晚年生活需要自己去详细规划,是否要依赖于子女,是否可以信任子女为自己养老,儿女有这几种行为,多半不孝,父母要早做打算欺骗父母的钱财,如果说一个子女已经欺骗了父母的钱财,那么很显然,她的人品已经堪忧了,别小瞧这件事,这说明当事人的底线非常低,父母和子女之间本应该互相信任,但是却出现了欺骗钱财的事情, 说实话,能对自己的父母使用欺骗方式的人可能孝顺吗? 比如说,有的家庭里,子女会找各种好听的理由,听起来都很强大,很合理,然后呢,要求父母上交工资给子女花,或者上交大部分存款,坦白说,那些好听的理由。 不过都是借口,冠冕堂皇,理由说的再好听,也没法掩盖子女的非分之想,花钱毫无节制,在南巡平台上看了一条信息和福镇星光大街的顾伟平,结婚没多久,丈夫就患病过世,留下孩子和老人,还有治病时的借款。 她一筹莫展,为了改变家庭,她承包了三十多亩鱼塘,并且勤俭节约,归还婆家的借款,连续多年,她都没有买一件新衣服,婆婆心疼她,偷偷买了两条裙子,她拿到裙子舍不得穿,说,等到女儿结婚时再穿。 日子很难,但是在节俭的生活下,就不那么难了,并且家庭慢慢富起来,作为女人,在一个家庭的定海神针,能不能有余钱,是关键人物,若是女人习惯了瞎逛,乱买东西,那么家庭的开销,肯定比收入更大,更可恶的是,一些女人,打扮妖妹,就是有了婚姻和孩子,仍旧如此,完全不顾形象,一个小家庭的钱都被花光了。 若是要孝顺老人,估计是没门,有赌博的习惯,于华的代表作,活着中,男主绝福贵原本出生于大户人家,早就赢在了起点上,可他年少无知,放浪行海,还总是流连于赌场之中。 请客间就将家底输得干净,从高门大院到茅草屋,福贵一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都源于福贵本身的无能,纵然日后的他痛改前非,但早已失去了重回巅峰的能力,一生都只能岌岌无名,一个家庭中出了赌徒,注定会走向衰落,再多的金钱也填补满孩子们逐渐膨胀的欲望,作为父母。 千万别在助纣为虐,而是要劝他们悬崖勒马,同时要意识到,有如此习惯的子女多半难以依靠,在规劝对方时,也别忘了为自己留后路,否则晚年你顾不了他,他更帮不了你。 性格既胆小以及懦弱,儿女的性格不仅会影响儿女的命运,而且会影响到父母的命运,倘若性格胆小以及懦弱,但当精神就无从谈起,特别是结过婚以后,如若另一半不孝顺, 即有可能会受到另一半的束缚,孝顺父母就会放不开手脚,性格倘若胆小以及懦弱,外家没有担当精神,在外面会没有多大的起色,在家里面照样难以承担义务和责任,左翅山空,电视剧《流金岁月》中的蒋鹏飞一辈子没上过班,他靠着母亲给他的财产,过着优渥的生活。 他只要有麻烦,就会去母亲跟前撒娇,要钱,即便已经五六十岁,依然还伸手找他要钱过日子,直到他用母亲的积蓄投资损失了一大笔钱,老洋房也拿去抵债,他承受不了这个打击,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 可,留下了一个烂摊子,让女儿去收拾,老母亲无人照顾,面临着被送去养老院的危机,老太太精致了一辈子,林了却白发人送黑发人,晚年,失去了儿子,也失去了积蓄,没有了依靠,做事没有分寸,只知道依赖别人生活的儿女,连自己都照顾不好,就不要指望他能做个孝顺的孩子了。 没有同理心,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,往往需要一定的同理心,才得以建立,父母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子女着想,发自内心地理解子女的困惑,他们才能给予子女同样的爱,子女能够感受到父母的不义,并感恩父母所做的一切,日后他们才会不遗余力地赡养父母,同理心是两颗心紧紧相依,使父母与子女更加亲密,没有了同理心,儿女们的内心就变得无比冷漠, 他们只会享受父母的奋斗成果,从来不去回报,当你养出了这样的儿女时,以后一定要提早准备,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你的依靠,我们必须要自己养老,对父母吼骂,小的时候村里有一户人家,男人很喜欢喝酒,每次喝醉了就会撒酒疯,喝多了酒基本上六亲不认,对父母大吼大叫,刚开始我以为他只是喝醉了,才会对父母无礼,直到有一次我到他家,刚好看到他在吼他的母亲,原因是因为, 母亲做的饭菜不符合他的口味,他对母亲说了很多难听的话,指责母亲什么都做不好,一个对父母缺乏尊重的人,就是不孝顺,父母身体康健,还能给他们提供帮助时。 尚且会吼骂,若有一日,父母躺在床上,走不动了,那么只有任他们摆布的份,不尊重父母,人的能力,给予不同,造就了人生的差异。 有的父母富有,能给予子女好的物质生活,有的父母普通,给子女的物质条件一般,这就是生活,有些子女,对比别人之后,不去努力,不去拼搏。 反而从父母身上找原因,在这些子女心里,怨恨父母没有能力,给不了像别人那样的生活,亲戚的女儿读大学,一个月的生活费2000元,这个金额,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,省一点用。 也能过得好,女儿却时常抱怨,同学中有些人是她的好几倍,其实,每个月2000元,是亲戚在外面打工收入的三分之二,3000元的工资,1000元留作家用,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弟弟,真不知道亲戚的女儿,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,对父母不闻不问,现实里,有些家庭的相处模式,着实可笑,甚至可悲,子女唯有要前十,才与家中联系,其余时候,不闻一句问候,更无陪伴可言。 说实话,是否真心关爱,其实一目了然,即便在忙碌,倘若真心关怀。 总归是有法子的,不是吗?生活里的态度,现实里,子女是否孝顺,其实看平时对父母的态度,就一目了然,爱与不爱,很明显,比如说,有的子女会时不时给父母给钱或者买礼物,但是有的子女就从来没有这些,而是惦记着从父母那里拿钱,然后呢,日常态度是否亲近,有没有关心, 这些都是重要的指标,不听劝告,在这世间,有一种子女,自己没有能力,我行我素,从不听父母的劝告。 亚米契斯说,一个人如果使自己的母亲伤心,无论她的地位多么显赫,无论她多么有名,她都是一个卑劣的人。 自身没有学识,层次低,认知也很浅薄,父母掏心掏肺地对她好,而她却对父母缺乏信任感,总觉得父母要害她一样,不孝顺父母的子女,骨子里很倔强,完全不听父母劝告,每次走了弯路,都想着只让父母去解决问题,父母渐渐老了,对于不听劝告,却又不断犯错的子女,心里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。 父母的善意教育和劝说,在子女眼里都是束缚和恶意,他们把父母的叮嘱和关心,当成是约束,心生怨恨,对父母肆意伤害,自私自利,自私自利的子女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利益。 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和需求,在家庭中,他们可能会无视父母的辛劳和付出,将父母的关爱视为理所当然,甚至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剥削父母,这样的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很难形成孝顺的品质,因为在他们心中,自己的利益永远高于父母的需求,父母在教育子女时,应该注重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和责任感,要让子女学会关心他人,尊重他人的付出和劳动成果。 同时,父母也要以身作则,为子女树立孝顺的榜样,逃避父母,最孝顺父母的,往往是那个最没有出息的子女。 而那些最有出息的子女,养老根本靠不住现实生活中,有一些子女,人在外地,父母过得如何也不过问,他们的孝心就是逢年过节回家一趟,大吃大喝几天后,将后备相塞得满满的离开,父母有什么事需要他们照顾? 他们要么说有心无力,要么根本没有那个想法,远离父母,逃避养老责任的子女,根本无法给予父母孝顺与养老保障,人心就是如此复杂和自私,哪怕你付出了全部的爱去养大的孩子,他们一样会对你十分冷漠,真正聪明的老人,不会把所有的幸福都寄托在子女身上。 而是会给自己的晚年留退路,你越是爱自己,后半生才能过得更惬意和幸福。